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糯米烧麦 那糯米饭好 我已经在炉上煮起来了 那煮的时候呢 就像平时你煮饭一样的煮 只是建议呢 你稍微比平时煮饭 要干一点 硬一点点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皮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皮也不想做 嫌麻烦的话 那你可以去买 就买那种真空包装的饺子皮 那个比较干比较硬 做烧麦比较好用 如果新鲜的话呢 它就相对来说就比较软比较湿 用一杯面粉半杯水 这是做角皮的比例 那我们做烧麦皮要稍微干一点 所以我们里面要再剩一点水 给它和匀 然后揉到它光滑 让它在一边醒着 接下来呢我准备了这个广东腊肠 那如果你家里没有这种腊肠 你可以去找有没有咸肉啊 腊肉啊 这些来替换 如果都没有 就是碎肉末也可以 但是你要调匀 你要放一点盐 让它早早入味 有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了 你就挖空心思想一想 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替换的 替代的 就马上把它做起来 要不然的话 等你外面去兜鱼圈 去备料啊 兜鱼圈回来以后 你又不想做了 那如果光做素的话 那就简单很多了 你只要多泡一点香菇 再发一点黑木耳 就可以了 香肠切成这样的小丁 香菇 香菇 胡萝卜也切成丁 放在一起 带用 那放好了 我们就开始炒馅了 我们用猪油 两大勺 那如果你吃素的话 就改用其他的植物油 腊肠先下去 煸炒到肥的部分变透明了 我们就可以 胡萝卜和香菇一起下了 煸到它们变得香喷喷了 我们就可以下饭了 下饭的时候 火要变小 把饭打松打散拌匀 我们就可以调料了 平平的一个tablespoon的老抽 少许盐 然后比盐多一倍的糖 给它拌匀拌透后 我们就去准备皮了 那那个烧麦皮要感到很薄 比饺子皮要薄很多 我们把这一台面像做饺子一样 把它拉长 揉细 把它分成大约 二十个左右 撒上面粉 跟做脚皮一样 擀成脚皮一样的大小 但是要比脚皮薄 如果你不会擀你就这样粘 这样的大小 就像烧麦皮了 跟饺子皮不一样的就是 它两边都可以沾上面粉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好擀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包了 包前呢 先准备一个蒸盘 然后在上面抹上一层油 这样蒸好以后不太容易沾 然后我们默测一下 因为糯米粉比较难这样打开 我们大约就是说现在 我擀了22张的皮子 那我们尽量把它都用完 所以OK 这是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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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拿一张皮在手中间 放一团糯米 用筷子这样压 压平稳了 然后这样 给它裹住 这就是一个糯米烧麦 好 我们再最后看一个 这样裹起来 那你的右手除了在烧麦的紧 脖子上这样把它裹起来以外 你的手还要用力向下做 这样糯米会露出来一点 是不是比较好看 最后就是蒸了 蒸的时候呢 你就大火 大火开了以后上去 蒸个五六分钟就应该够了 如果要冻的话呢 你就直接包好就冻 然后要吃的时候呢 就隔夜放到冷藏 这样解冻后再拿出来蒸 就是最好的 好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 拜拜